Hello 大家好,剛剛升了大師級的第244名 分享一下我用什麼隊伍上來,其實都是全靠好彩的 先按我先 20BP 244名都是屬於比較高的名次 我也看看我的隊伍是什麼 現在就會上傳一隊我自己,就是這隊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要用這隊 進去之後再跟大家講一下這隊的特別之處在哪裡 我們公開之後就管理上傳 好 大概就是這隊 這隊基本上有五隻都是OU 五隻都是比較經常會用到的,簡稱除寵 除寵意思是經常會出現的寵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叫 首先我們逐隻逐隻來,由龍王蠍跟龍頭地鼠開始 首先龍王蠍是用柏洛十字毒刃 暗閘要害和點閱 其實這四招都可以說沒什麼特別 最特別是柏洛 柏洛主要是用你打走別人的道具 打一些盾是挺有用的 如果你撞到一些盾是草鋼或者超壞星 你拍下去就對了 基本上十字毒刃和暗閘要害 兩招都是屬於不容易爆擊的技能 如果幸運的話爆擊就做到一個可觀的傷害 如果不行的話就純粹打對方一下 令到對方可能沒了一血筋或者怎樣 道具方面 銳利之爪就增加了要害的機率 打一些盾加了防禦的精靈其實都挺有效的 不過龍王蠍記得注意的就是 速度可能不是太快 速度不是太快 主要是加了少量的速度 120點努力值的速度 性格都是全速的 第二隻龍頭地鼠主要用來打迷2Q 岩斌地震鐵頭劍武 這個標準的配置 然後加一條一血筋 防止對方一下殺了龍頭地鼠 這個都沒什麼特別要講 龍頭地鼠主要打迷2Q 或者企我之類 不過比較少 不是 迷2Q 電鬼 飄浮電鬼 以及企我 這三隻 比較會用到破格這個技能 企我就不太清楚有哪些可以用到破格 第三隻迷2Q 迷2Q就是作為一隻神寵 因為 本身那招特性畫皮能夠抵擋一下傷害 然後旁邊的影子偷襲的四招都是基本配置 沒有什麼特別 而且迷2Q盡量不要極具化 這裡極具化的精靈應該只有兩隻 即是鯉魚龍或多龍 魚飛必要就不要極具迷2Q 因為迷2Q本身有隻影子偷襲是先制技 極具化就沒有這裡會好虧 魚飛必要就不要極具迷2Q 當然這些就看情況 如果你認為有需要極具 當然就極具 第四隻 鯉魚龍是主力 鯉魚龍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力的輸出手 多數鯉魚龍都會玩蜜弓手 但我就是玩特攻 為什麼會玩特攻呢 因為會被迫一些蜜盾手 例如鋼鳥 或者綿羊 綿羊我都見過 我一下水炮或打雷 基本上都打到一半 而且鯉魚龍第一回合都需要極具 因為這四招技屬於比較低名重 而且要隱藏自己是特攻守的事情 不要讓對方知道你是特攻守 反而讓你覺得你是蜜弓手 然後放鯉魚龍出來 大家就可以打雷打他 這裡是很重要的 鯉魚龍方面四招技能 龍之波動主要極飛了之後打龍 雷的用來打鯉魚龍或者其他水系 水炮都不用特別 水炮用來打火系 還有他要招本屬技 打火、地面等 都頗有用 其實對上斑吉拉的話 鯉魚龍都對上斑吉拉有點危機 因為 鯉魚龍比斑吉拉快的話 水炮載過去他很容易會死 所以盡量第一下先不要用水炮 因為他會有弱點保險 這裡要自己留意 要看情況而定 第五隻 梳魚龍 梳魚龍都沒有什麼特別 那四招技基本上只會用一招 我多數會怎樣配 就是鯉魚龍配梳魚龍 鯉魚龍觸發下雨的效果之後 再換上梳魚龍用腮咬去收人頭 配這個講究圍根 極速的狀態下 不是 我這隻龍不是極速的 我這隻是固執的 所以 可能 未必會夠快 如果你們可以砌到這些隊伍 就照砌 因為我這隻龍是固執的 下面就有一個ID 你們可以租用一下試一下 其餘那些就 多龍 多龍就是講究眼鏡 暗影球龍星群 噴射火焰打雷 基本上都很少用到多龍 除非真的對面擺明是 防了鯉魚龍 又有很多電系 又有幹 又有電 那就真的出不了鯉魚龍 就出多龍 沒辦法 多龍的打擊面都夠了 主要極具化應該只有兩隻 多龍或鯉魚龍 再不是就再加龍頭地鼠 其餘那三個我都不會選擇去極具化 沒錯 最主要留意的就是 我多數都會配龍王蠍擺頭 龍王蠍擺頭 看看對方什麼陣 做個拍落拍下別人的道具 接著到龍王蠍死了或者你換走 對方用鋼鴉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一隻鯉魚龍出來 鋼鴉通常都會不斷加防 因為覺得你的鯉魚龍是不是攻守 然後就可以極具化 用水炮或者打雷 水炮第一下比較好 因為也是 掩飾自己是特攻守的事實 然後再用水炮 對方可能第二下就會發覺到 這裡就要一些戰場經驗 當鋰魚龍死了之後 就到梭魚龍上場 梭魚龍用梭牙收場 基本上整個配置就是這樣 還有說一下我這個隊伍沒有什麼盾 沒有什麼坦 有時候看到那些人 整隊都有很多坦 我自己本身就不喜歡玩坦 也不想看到單打是這些坦 所以為什麼我會用梭魚龍就是這樣 本身梭魚龍我是覺得太屈肌不想用 不過現在太多一些盾出現 所以我梭魚龍一定要出 那為什麼梭魚龍一定要配梭魚龍呢 主要因為配了下雨天的技能效果 令到他一招衰咬再加強 最高衰咬可以去到500多攻 所以配梭魚龍就是這樣 如果不配梭魚龍的話 梭魚龍就比較弱勢 我覺得比較弱勢 嗯...比較弱勢 下雨後就更加好 大家不知道覺得怎樣 有興趣可以試試租用一下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梭魚龍 梭魚龍如果真的極速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有能力弄到一樣 差不多一隊伍的話 都可以弄一隊 還有我也有想過 多龍要不要轉噴火龍 因為有時候如果對方有草幹 都很怕對方會出草幹 你把噴火龍放到明告訴別人 我是噴火龍你不要出草幹 都是一些心理戰 就是從簡衝開始 其實已經是一場戰鬥 你要猜對方選擇什麼 然後你要放什麼去克制他 這裡都是已經是 開始單打的要決 OK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 隊伍分享 我們看看遲些會不會有什麼 隊伍分享 我們下次見